老师可以连续贝蒲166首《肖邦》的乐曲 贝蒲对他来说 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请问他在贝蒲上面 有没有给大家什么样子的建议给学刚经的 覚えるっていうのは 頭の中にインプットすることで それで演奏するっていうのは 覚えたものをアウトプットすることで 覚えてても なんだっけな そうだったっていうように 途中で間が空いちゃったら 音楽として演奏できない その上で楽譜がない方が いい演奏ができるんだったら 楽譜をなしで弾けばいいし 楽譜を見て弾いた方が いい演奏ができるんだったら 楽譜を見て弾けばいい あとは覚えるっていうのは 例えば台湾の人だったら 台湾語で普段喋ってる言葉で 何かお芝居の台本があったとする ここに そしたらそれって覚えやすいと思うけど これが例えば違う国の言葉 例えばドイツ語だったり した時には覚えるの大変でしょ ピアノも自分の母国語みたいに 自分の普段喋ってる言葉みたいに 覚えられるか 外国語みたい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かで 覚え方が全然変わると思うので それは音楽に対しての 普段のどのくらいこう自分が 暴国語のように接しているかっていうことと関係する ハロー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小豬 教師 這次的大師班真的是 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我們邀請到 鋼琴家恒山幸雄老師 因為他最近來台灣看音樂會 我就逮住了這個機會 問主辦房說 有沒有可能跟恒山幸雄老師 生日堂肖邦的大師班 你知道他 他的記錄有多輝煌 2011年的時候 連續貝蒲演奏 212首瀟邦的鋼琴作品 金世界記錄就賦予他說 在24小時內 獨奏藝術家 演奏最多音樂作品的記錄 貝蒲演奏212首瀟邦 你知道他有多誇張嗎 我現在連一首都要背露起來 所以這一次呢 要找恒山幸雄老師上課 當然我們就是要演奏 小邦的作品 我就選了 小邦練習曲的《黑劍》 這首也是非常的困難 總之我現在就覺得 有一種技巧不膚使用的感覺 但是倒數三天了 所以我現在真的是超級緊張 一定要盡我全力 我覺得真的是 我人生沒有想到 可以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施不宜遲 我不能再浪費時間 說太多話 我好好練琴 完蛋耶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 食堂衛中心 因為我們現在就要在這邊 上那個跟恒山老師的大失敗 我們現在熱烈的掌聲 歡迎恒山老師 謝謝 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就是恒山幸雄老師 然後這是今天的 翻譯資深的X老師 恒山幸雄 嗯 你好 可愛 volunt給你 那我今天準備要彈的曲子是 蕭邦的黑鍵練習曲 因為我知道老師對於蕭邦的詮釋 是非常厲害的 OK 頑童了 啊 大丈夫 啊 大丈夫啊 メモライス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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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